小二十二十九号带你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 1995年的今天 立法院院会三读通过中央通讯社设置条例 中央通讯社后来被定务意为为 接受政府补助独立经营的财团法人 还有2007年中国大陆完成建造运河工程 全长239公里的运河正式通行 以及2008年宣布我们正式使用晶片护照 而中华民国也成为全球第六十个发行晶片护照的国家 最后还要看到2011年 北韩在平壤金智城广场 举办了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中央追悼大会 2008年外交部正式发行晶片护照 除了通关更快速之外还有多重防卫功能 民众一拿到新出入的晶片护照都相当兴奋 只要轻轻一按 由晶片感应个人资料立刻一览无遗 跟目前的护照比一比 封面多了这个晶片logo方便海关识别 内页个人资料不但多了不同颜色防卫条纹 仔细一看右上角的光学薄膜是最新防卫设计 而最令人好奇的晶片就在最后一页的左上方 外表看不出来精密度相当高 民众有了这个晶片护照 未来到欧美国家都能加速通关相当方便 纪念宫殿的大厅正中央 就是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的遗体 玻璃棺木四周装饰红白两色的鲜花 前方还陈列金正日的勋章 借以表彰他的丰功伟业 金正日的三儿子金正恩一身黑衣出现在灵堂 率领党政军高层一次排开 向金正日鞠躬致意 未来将由他接班 准备了三年能不能稳住北韩政局 会不会冲动挑衅引爆中北亚的情势 都是大家最关注的焦点 记者综合报道